台股走了好长的一段乱流 不过这一档股票特别受到注意为什么 它居然逆风飙上了34年来的股价新高 这就是统一 哪来的底气呢 成为最强的防御概念股 今天事实上要为我们来揭秘 统一最强的新动能之一 抢攻上亿元的白金商机 统一总治长罗志仙下达什么样的军令 透过7000家的小七 发动面包新品种的全面遍地开花 但是从一个时间 全联则是找来了日本的世界冠军 抢当现烤面包的通路王 更是要打造全台最大的冷冻面团工厂 原来背后是黎明雄被拒绝之后 布局五年的甜蜜复仇 对 没错 最近台股一路的往下跌 从24000点跌到22000点 跌了2000点 但是很多股票都跌得非常惨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说 有一档股票默默的攀上了这个 34年的新高 那就是统一 1216的统一 能量股价从今年70块最低点 然后一度攻上92.8 那为什么创新高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 它是防御概念股 因为第一个它配息也蛮不错的 那加上说其实它真的有它的底气 就像你知道 它上半年的营收是3208亿 年增是19.37% 算是创了它同期的这个新高 那不只是它本业非常好 因为它很多本业 我们知道目前为止通膨 那通膨来说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会吃统一的这个商品 因为比较便宜一点点 那加上说它有非常好的 大的通路 你看全台湾最大的通路商 统一超商 那今年的店已经开到7000家 它拉大它跟全家的这个差距 所以它实际上统一超自己 本身的股价也在创新高 所以罗志先就说 统一是处在史上 前所未见的好基运的一个状态 34年的股价新高底气何在 你要找新动能 新动能之一居然是面包 我就在想 就面包而已有什么吗 就这样你不要小看面包 我们台湾一年的这个面包 整个烘焙的商机是千亿以上 所以这个对统一来说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统一或是全家 你看超商或者说超市 反而是在大打面包战 我们可能没有知道 大家在抢这个白金 或是卖的这个商机 好 我们看这个统一面包 它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跟统一超就说 我们要推出一个欧式面包的新品牌 叫做贝洛邦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它其实是主打一个比较高单价 然后可能是欧式的口味 可能就是比较重视口感 或是很多 它主打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原料 都是来自欧洲 我们知道欧洲的面包 跟过去比较常识的日系面包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现在可能国人比较能够接受 欧式的面包的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 你知道 它还有一个品牌叫 Go的生吐司 就像它一年了卖出五千万包 五千万包 对 零点一秒就卖出一条 我跟他讲 为什么他要卖这种面包 我跟他讲 这种面包也是一种 刷路会的意思 你知道 我去买面包 你会只有买面包吗 我要买个饮料 饮料是不是就要买很多饮料 那可能我要吃个什么 什么咖啡 我就会买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 咖啡的味道 就有点像我们在讨论Costco 一定要讨论它的烤鸡 对 类似这样 所以他们为什么都要抢面包 因为面包不是面包 它有很多周边 早餐来 我吃个面包 那我再搭个什么生菜沙拉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所以你知道 它其实为什么大家供这个 其实它有它的原因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 这个全家统一来说 它1980年就已经开始了 但它老早就已经看到这个商机 虽然用所谓自动化的生产的 这个面包厂 然后当时用了日本英国还有德国最先进的机器 然后被视为叫做机器联合国 它花了六年才赚钱 你就知道说统一了 在这个面包这条路上面 六年之后才转亏而赢 好 那除了统一之外 全家当然 你统一做什么 我就给你做什么 你有面包工厂 我也有面包工厂 这个全家在2016年的时候 它成立一个叫伏笔面包 它伏笔面包成立之后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是做什么 你看这是什么伏笔面包的二厂 二厂在新竹竹口 这个湖口这个地方有二厂 那明年7月要正式的上线 那你知道它2016年打造的时候 如果你有去全家 你会吃到所谓的酱吐司嘛 对 就是吐司 然后在吉松饼 还有满馅面包等等的这些商品 这些商品很多人早餐 可能都吃这些商品 然后年产 年产呢4200万个 那去年营业有大概40亿 而且年年成长 这都是全家跟统一 不约而统都是主打所谓的白金商机 千亿的白金商机争夺战 三强争夺 为什么缺这一强 绝对不能提 不提的就是全联 对 全联居然因为被拒绝 因此花了五年布了这一局 它有多大的决心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全联跟统一在拼所谓的 我们零售网 那全联来说 目前为止有全台湾最大的冷冻面团厂 它可以年产4000万个 然后也是全台湾最大的现烤面包 就现烤面包的话 它是最大的一个烤店 那他们旗下有所谓阅读面包啦 还有Visweet的甜点 还有板级面包三个品牌 那它板级面包这个品牌 一口气一年就创了12亿的这个业绩 那我们讲事实上它到底是真的 业绩的底气冲割来 那它今年4月的时候 推出一款产品 这个产品呢 当时很多人要买 你看全联你看它现在进去的时候 你在进门口 它就看到一大堆面包 那就退出这个 千层吐司啊 然后全联来主打什么 你看我是有所谓 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 骨口加点 这个一个日本的大师 所兼修的 那你看它的则数有高到24则 这种拉起来 那种口感是非常棒嘛 拔丝的吐司 对 所以他就说 一个半月就卖了3000万个 那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很厉害嘛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它这个 为什么会卖得那么好 因为它主打现烤 那我们不是说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 现烤的这个面包店吗 那因为现烤面包来说 一天只有一个奇效 就是我只能够今天烤了 马上就要吃完嘛 我们看那种现烤面包店来说 跟这种统一全家是不太一样的 现烤面包就是 我们看那种路边小店 它可能今天没卖了 晚上就给你打折卖掉 对不对 所以它就透过 100辆吃的这个物流车 然后从全台各地 然后全台目前有八大的这个烘焙厂 然后四个小时就冲到这个 在它的全联的这个门市 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 主打所谓的现烤面包 做出跟统一跟全家 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所谓产品的这个隔阂 这个白金大战 听到这个地方进出的深水区 你不只闻到了面包香 你也闻到了烟消味 当然 今年很多人就是同统一挖过来的嘛 对对对对 那所以他也挖了很多这个统一的人过来 就有他的协同存在 像现在的蔡篤昌 他过去也是跟统一有一些渊源嘛 总经理嘛 对 那么讲为什么 因为其实早年林敏雄在做这个 国内的这个面包事业的时候 他是找上国内最大的机制面包厂 那这个当然合作厂商 很多都是跟这个统一合作嘛 那我跟全联合作 这样好像不太好嘛 很多人很多人就拒绝嘛 拒绝他怎么办呢 他2019年就找上日本的板级嘛 板级贝克里成立公司嘛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板级面包 这个品牌就是从何而来嘛 就是从这样而来嘛 然后就独自呢 所谓引进所谓授权的这个冷冻面团嘛 那冷冻面团 因为他是板级面包 这个日本品牌冷冻面团 又有这样子的这个授权费 所以呢他就主打30个一个的这个军价 所以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全联其实是比较贵了哦 那相对于说这个统一全家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贵 但是所以他一直到了2023年 好不容易了 民众愿意接受了这个全联 这个全联的面包 反击面包之后 再加上说他的这个商机 逐渐打开之后 才能够获利转亏为益嘛 所以要讲嘛 目前为止来说 这种白金商机 不是只有统一 不是只有全家 连全联也都要抢进 你就要说这个千亿的商机 他们谁也不愿意落后到对方的手上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